主要是像聯合國 他那個是已經是布定的日期了 相關的節日是布定的 那他如果今年是6月1號是牛奶節 歌年也是6月1號牛奶節 這個就比較沒什麼問題 然後但是是中國節日 就是民俗節慶的部分 像是這個月有農神大帝的誕辰 和24節慶 他比較不固定 因為他們是跟著農民立種的 然後再來是地方產業節 這也是我比較困擾的 他比較不固定 而且他也沒辦法上我們的行事曆 他只能在現在還是在 我們的雲端資料夾裡面 然後或者是國際叉叉日 他是固定的 因為國際的日子 像是國際鬆餅日 國際鬆餅日 對國際啤酒日 國際大包日 那樣都是固定的 所以這比較沒問題 所以呢 第一個需求是希望民俗節慶 可以跟著農民立種 那因為我現在都是靠著自己人力在後台維護 那我之前的做法比較笨 我是直接在拍一個Google的行事曆 然後一個一個進去改 然後呢一個一個去到了 快到隔離的時候 我就一個一個自己挪 照看著農民立這樣挪日期 然後後來就是一生廢了 他們有跟我說可以直接用Google表單 CSV吧 那這個 轉成CSV 那我可能是直接在用那個Excel表 直接批次修改再上傳 那我就不用像之前一樣 進去一個一個慢慢拿 對然後地方產業節自動更新的部分啊 目前是下午的時候 我們有上什麼 什麼政府開放資源 對開放資料平台 資料平台去申請 是因為地方產業節 它是由農委會的補助 那通常有補助就一定有相關的計畫 跟申請管道 它應該農委會自己背後有相關的資料 那看申請看看 如果有的話 它地方產業的自動更新 更新有可能就是可以實現 對然後因為有CSV 如果說到時候可以一樣是用Excel表 建起來之後再匯入雲端Google日曆 那地方產業節它也可以進去 對目前是這樣 然後再來是我預計7、8、9月會開第二次的 食農行事力的共學 對到時候可能就是再跟大家請教 看有什麼更聰明的做法 好報告完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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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